下面来关注土耳其地震的最新消息 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月8日 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地震 已造成超过1.5万人遇难 来自中国的多支救援力量 已在当地展开工作 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他们已经是救出了几位幸存者 根据最新数据 土耳其强震以来造成的遇难人数 已经上升至12873人 叙利亚遇难人数2992人 两国已确认的遇难者总数超过1.5万人 据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消息 在卡赫拉曼马拉10省发生7.7级地震之后 截至目前土耳其共发生了1117次地震 看一下外面就是地中海 那个地震发生来的时候引起喊嚣 这个海水已经扑到这儿来了 现在我们正在往镇中正在前进 预计35分钟以后我们到达现场 中国救援队8日抵达土耳其阿达纳国际机场后 经五小时车程赶到安塔基亚市 搭建了指挥 通信 医疗 库房 住宿等设施 建立了救援行动营区 并于9日凌晨与土耳合作 在一栋倒塌房屋的废墟中成功营救出一名孕妇 同时来自中国的蓝天救援队 公阳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 也先后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目前土耳其强阵的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 外交部在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截至目前经过各方共同努力 有三名中国公民获救状况良好 尚未接到其他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我们将继续密切跟踪地震灾情 向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 积极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 下一步 中国政府愿根据灾情发展和实际需要 继续向土耳其叙利亚灾区提供救助 安置和重建帮助